接下來第1個完成 接下來第2個我們就要把它的圖檔叫JSD01.jpg 其實就是一個吉祥物 然後它說什麼呢 利用工具去背之後 它這個地方就是要你把那張圖去背 所謂的去背就是把你要的部分選起來 把不要的部分背景的地方去掉 就叫去背,應該可以理解 然後再把它放到剛剛的上面 並且調整它的大小 可能貼過來太大或太小 你可以再把它縮放一下 並且把圖層的名稱叫做吉祥物 所以變成第二個圖層 而這個圖層一定要在背景的上面 不然會被蓋住 所以這個圖層有上下關係 越上面的越不會被後面的蓋住 當然相反的如果越下面的會被前面蓋住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開圖檔 然後去背 去背也是這一題最難的 所以第一個我先用開啟 舊檔的方式 開一下這一張 就是這個吉祥物 它其實是有副檔名 只是說它的副檔名 因為我們電腦的設定裡面 沒有開副檔名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PSD01 就這一張 把它打開就OK了 不過油標放上去 它會跟你講說這個是JPEG 所以副檔名應該沒錯 開啟 開啟的話可能會太大太小 當然你可以Ctrl-加 Ctrl-減 去把它放大縮小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假設打開太小 我是建議你要把它放大 為什麼呢?因為等一下 我們需要去背 就是盡量放到最大 可以看到細節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有沒有選到的 或者就是多選的部分 再來的話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工具 套索工具 請你把這個邊邊按住不要放 把它選完 而且不能有漏掉 但是你說老師實在太難了 這個要從頭把它選到尾 而且沒有出錯 那簡直用滑鼠那個很要 更不要說你即使有一支筆 你要把它描邊都不太容易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對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不是有磁性有沒有 比方這個 這個沒有磁性 底下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磁性對不對 所謂的磁性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會搜尋邊邊 有沒有發現 你移動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會跟著這個 它會去找你的邊緣 不過它其實也沒那麼厲害 它會跟著 但是實際上它也會漏掉 不過已經比剛剛好很多了 但是你說 這個還是很麻煩耶 而且它還是會有遺漏的部分 而且最後還要再漏 算了 這個其實你可能會想要 點兩下就是 好像也不太OK 好啦 按右鍵再把它取消 取消選取 那我教各位 比較快的方法 有沒有 這按住不要放 比較快的方法 其實有沒有發現 底下有所謂的什麼 快速選取 跟魔術棒 那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快速選取跟魔術棒 它必須有一個要件 就是你要選取的那個部分 是必須是同一個顏色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背後有沒有同顏色 好像沒有耶 所以只能夠大概完成80%吧 剩下還是必須要人工去修正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像一些攝影棚有沒有 它背後不是都用什麼 綠背有沒有 或者是用藍背有沒有 因為同一顏色為什麼 因為它就可以很快可以去背 同一顏色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攝影棚 因為它只要把主播背後的 把它改 很快就改 因為它不用去背 因為顏色都一樣 跟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試過 應該最快是用快速選取 可是快速選取要怎麼選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圈圈 加一個十字對不對 那你可以試試看 你只要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好像已經選這一塊有了 但是再選這邊看看 很厲害 點兩下就基本上已經把 大概吉祥物的大部分的輪廓 幫我框起來了 不過跟各位講 你現在框的只是它背景 但是我們要選的其實是吉祥物 所以你點完之後 請你要按右鍵 做什麼呢 把它顛倒一下 因為你要選的不是背景 而是吉祥物 不然如果你沒有按右鍵 反轉的話 你把它複製好了 這邊不是有個 把它Ctrl-C 比如說你沒有翻轉 Ctrl-C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貼過來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過來了 但是過來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要的東西 OK 所以特別注意 Ctrl-C一下 OK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記得一個快速鍵 按右鍵就可以了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哪一個 反轉就好了 應該很好記 OK 反過來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Ctrl-C 其實一樣 複製就Ctrl-C 這個跟我們用Excel一樣 Ctrl-V 貼過來了 OK 但是好像沒有很完美 有沒有 馬上就通知說 有破綻 很多東西 不過我是覺得已經過快了 比剛剛那個其他方法快太多了 這個已經算是沒有100分 但是我覺得有80分了 OK 可是你說老師 有些地方沒選到 但是有些地方多選 我們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觀察 由上到下看 這一塊漏掉了 有沒有發現 Ctrl-C一下 再放大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不過再放大就鋸齒狀態多 所以有些東西不能放大看 放大看就不能看 OK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遠遠看就好了 有想像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真的有時候容易幻滅 OK 那接下來的話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我這邊好像這一塊應該要選 可是卻沒選到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要改成不用快速的 這個時候就要變慢速的 那慢速因為它那個形狀 絕對不是矩形的 也不是那個橢圓形的 而是不規則 所以不規則我建議用這個套索 那套索怎麼選 請特別特別小心 上方這邊有那個所謂的人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請你用套索工具 我是建議用套索 那上方有一些功能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呢它的預設 第一個是新增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小心 用新增模式再去選這一塊的話 那跟各位講喔 你剛剛選的就白選 為什麼 因為它就重新再新增一個選取區了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把它改一下 這個是要加進來對不對 所以特別小心 你要把你的這個什麼模式 改成怎麼樣 一定要改這個增加 如果你沒有改增加的話 那你就會 剛剛的選取區就不見了 取而代之就是你 你又重新畫的那一塊 如果你用新增就沒這個問題 同樣的話還有除了新增加 還有一個減少 減少 如果你要扣掉的話 就是減少 增加 所以這兩個喔 記得喔 這個很重要 萬一同學這個不OK的話 就會出問題 記得喔 用套索 然後呢 再用增加 記得這一個 如果你要扣掉的話 就顛倒就減少 所以做的事可以看看喔 比如說這要增加 增加的話記得 從裡面 選到外面去 所以我從這邊 這邊裡面 把它繞到外面 然後呢 再把它繞進來 記得喔 這繞回來有沒有 繞到裡面來 旋起來放開 加旋 這個叫增加喔 所以底下還有沒有 增加的 其實增加的還蠻多的 這個就加了 不過這個很難耶 這個塞墟墟 做個樣子就可以了 從裡面有沒有 繞出去 記得就是 大概繞個樣子 有了 有了 有鬚鬚的 這邊一樣 從裡面繞出去 可能要有一點的耐心 加上你的手的穩定度 OK 這邊這個不要了 這個陰影就算了 這個也是一樣 我大概做個樣子 因為我們時間沒那麼多 所以我就大概 至少把這個邊邊那個鬚鬚 把它加進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再把它縮小 Ctrl-減 OK 那有沒有要扣掉的 我看有沒有多出來的 好像這個可以扣掉的 如果有的話 你就把它扣掉 比如說什麼 我假設 不小心多選 再這一塊練習一下 本來這邊不用突出一塊 我故意把它這樣多出一塊 你說 老師多出來怎麼辦 接下來 你就要改成什麼 減去模式 減去就是這個 減的話 減的話 剛好跟加邊倒 剛剛我們是從裡面選到外面 所以如果你要減的話 記得從外面選到裡面 把它框起來 繞一圈 有沒有 這個這樣 外面選進來 然後把它扣掉 就是沿著它的邊緣 有沒有 這樣呢 繞過來 然後繞到外面再把它放開 有沒有 OK 這樣差不多 不過這個 可能這一塊 好啦 你說這塊 不然再把它加 OK 加進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 不過也不能放太大看 太大看就真的 真的你就會看到細節了 好啦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做不完 接下來 怎麼把它移過去 很簡單 Ctrl-C C 意思就是複製你的選取區 接下來的話 Ctrl-V貼上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時候貼上的時候 它會多一個圖層 叫圖層1 把它改成吉祥物 所以點兩下 改成叫吉祥物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再把這個選取 這個選取 把它變形 因為其實大小 看一下 有沒有太大太小 這個的話 我們的大小 在這裡 大小 可能你比對一下 我發現好像還是太大了一點 所以你可能要再把它縮小 縮小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變形有沒有 那有個任意變形 任意變形部分的話 編輯裡面不是有任意變形 或者你可以記一下Ctrl-T Ctrl-T還蠻重要 因為以後很多地方會需要放大縮小 那你就可以按Ctrl-T 然後呢 把這個大概我記得大小部分的話 大概100% 我把這個鎖先鎖起來 維持寬高比 大概80%左右 我不是很確定這個數字 那至於正確的數字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這個把它 打勾一下就可以 這邊有個打勾 80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移動工具 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大概 那如果你不確定對還是錯 你可以開啟舊檔 把這個PSD01 這個應該是TIF 打開來 把它比對一下 Ctrl-加 大概這麼大 把它切 這個可以移過來 兩邊比一下 剛剛我忘了打勾 Ctrl-T 或者是編輯裡面的任意變形 那這邊記得鎖一下 這邊80 選錯了 應該是這個 OK 吉祥物在這裡 兩邊比一下 好像80 是不是太小了 我剛剛試80 它好像 大概85左右 或者87 大概是差不多 這個數字 Ctrl-T 所以 你就可以再把它放大一點點 那至於放多大 這個我想 Ctrl-T一下 這個移動的時候 如果你要鎖定寬高比 不然它會變胖或變瘦 如果你不要讓它變形 這個維持一下 然後它放大一點點 至於多大 可能你就要自己再切過來 不過也不用太精確 但是如果你要吹毛求疵 盡量就是讓它差不多 它漏掉了 這個一定要鎖一下 把它稍微再往裡面一點點 好了大概是這樣 比一下 很接近 大概就差不多這樣 意思 OK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 大概敲兩張圖檔 第一張圖檔就這一張 把它最後另存一下 另存 另存新檔 那把這個PSD 直接就存檔就可以了 叫做PSA102.PSD 它副檔名PSD存檔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自己在利用這個一樣類似的題目 請你把它改一下 背景的話 你可以換別的顏色 甚至別的風景照片也可以 那前面的吉祥物的話 你可以自己到網路上面找 比如說你要找什麼 不一定吉祥物 寵物也可以 比如一隻狗 一隻貓 甚至一個人也可以 OK 你要都可以 也就是不同的背景 加上一個吉祥物或寵物 然後把它合成在一起 OK 大概這樣的練習就差不多 這個就是102的變化題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交兩張作業 一張是這個 一張是一個變化題 大概是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今天就是還沒有講到增加文字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再加上宋春的字 然後新年快樂把它加上去 就是再加上文字 這樣的話 那就可以 這一題大概就完成了 那後面 題目大概差不多 有的比這個還簡單 大部分比這個還難比較多 所以後面的題目複雜度 差不多類似這樣 大概以這一題有四個重點 那後面的話其實也類似這樣 大概就是會有幾個題目要求 那也就是你要看懂題目 並且找到功能 然後把那個功能加上去 並且要熟練 像我剛剛那個選取的部分 很特別注意 快速選取工具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你不要選 還有呢 記得要反轉 選完之後有沒有 把它反轉 然後反轉之後 記得用套索 記得是增加模式 跟減轉 記得不要直接點那個 綠色的 那不然你原來選取區就不見了 試試看